甚至连黄茂雄都被特军组来怀疑 那我们来看到呢 吴淑珍在这当中 在日本的堂哥吴景林 被特军组认为 就是在处理日本相关的金钱 珠宝也好相关的资料之外 在台湾的部分 特军组怀疑东元集团的会长 那么也就是黄茂雄 也协助贬家打点巨款 那么对于这点 我们当然要问问看黄茂雄 黄茂雄对于这个事件的反应 当然是相当之低调 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他取得联系 只不过特军组 为什么会锁定黄茂雄呢 我们在日本的独家采访 陈志中金爆 贬家日本和台湾藏六亿 吴淑珍堂哥吴景林 首先被怀疑协助处理 吴淑珍父亲过世之后 由堂妹吴淑珍的爸爸 一手带大 资助念到大学 外界认为吴淑珍感念叔叔养育之恩 加上他常年旅居日本 担任银行高阶主管 而且吴淑珍信赖亲友 吴淑琳帮贬家打点 在日本巨款可能性很大 动员集团会长黄茂雄 同样被特征组怀疑 而列为约谈对象 特征调查 陈志中黄瑞靖婚礼时 黄茂雄是介绍人 他太太黄灵和会 是黄瑞靖的钢琴老师 为贬家搭起姻缘桥梁 让黄茂雄和贬家关系更加深厚 事实上 特征组早就开始追查 贬家除了海角旗以外 更有六亿元谈放日本或台湾 去年11月18号 更曾约谈黄茂雄 不过当时他出国而向特征组请假 只有黄茂雄的太太接受约谈 你这样是黄茂雄师父吗 是黄茂雄先生 他的夫人教友来 对教友 那请问一下约谈他们的名字 是有跟洗钱案件有关 请这些证人来许 意思是有查到他们的人头账户吗 还是说资金有往来 有资金往来 我们要进一步了解 陈志忠坦诚 吴淑珍把六亿珠宝财产 藏放日本和台湾有人啊 谁幕后协助贬家 特征组锁定黄茂雄和吴景林 近日内将约谈到案 全新闻白建华带秋荣 综合报导 尽管理 将新闻白建华带秋荣